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 海外舆论普遍认为通过修宪取消中国国家主席 副主席任期限制后 习近平有可能谋求连任超过两届 日前有港媒发文称 能否掌握军权决定着国家主席这个职位的虚持 习近平有可能把这个职位坐实 从今年2月底中共修宪 以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消息传出以来 海外舆论界就此问题发生了强烈的争议 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这次突破 邓小平当年所设置的这个任期禁锢 可能是为了今后能够继续主宰2023年后的中国 3月11日 中共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会就宪法修正案进行表决 并高票通过了这项修正案 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不超过两届的限制 将对中国政局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 再次成为舆论讨论的热点话题 宪法修正案表决当天 香港《明报》发文回顾了中国国家主席 这个职位所拥有的权利在中共历史上的变化情况 1954年 中共主导下制定首部宪法明确规定 国家主席为中国国家的最高元首 国家主席可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并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这部宪法的条文上 并没有规定国家主席职位的任期限制 当时的国家主席是毛泽东 整个国家的最高权力都掌握在毛的手中 毛泽东只当了一届国家主席 五年后 毛因为大跃进的历史错误而被迫卸任 国家主席一直由刘沙奇继任 但毛依然在幕后掌握着实权 1967年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刘沙奇彻底打倒后 于1970年 在中共党内主导讨论修宪问题时 毛泽东坚决不肯再重新担任国家主席一职 最终于1975年通过新的宪法时 直接取消了国家主席这个职位 并明确规定由中共中央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 并把礼仪性的国务活动交给人大委员长来负责 文革结束后 邓小平主导下于1982年公布的新宪法 虽然恢复了国家主席这个职位 但并未恢复国家主席的军事统帅权 而是另设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来统帅全国武装力量 在邓小平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期间 国家主席一直先后由李先燕1983年6月起 和杨尚昆1988年起担任 该职位成为一个权力十分有限的虚职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 邓在国人心目中的威望全失 逐渐隐退政坛 而介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 则于1993年起将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全部集于一身 形成了中共所谓的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 鉴于上述历史变迁中 国家主席一直的权力变化情况 文章得出一个结论 不掌握军权的国家主席 除了有很多琐碎的李姓燕来送往活动外 并无实权 该文表示 对于这次北京当局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中共官方在舆论上的解释 是为了维护该职位与中共总书记 军委主席的三位一体 但其实是不是三位一体并不重要 当年毛 邓都没有三位一体 但并不影响他们在政治上一眼九鼎的权威 据此 文章推测 习近平修宪的真正目的 不排除是要把国家主席的权力坐实 但这不是一次修宪可以达成的 最终会否把军权还给国家主席 才是观察指标 习近平3月10日出席 中共全国人大重庆代表团会议时 公开要求重庆官员防范任边风 令外界再次关注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的妻子 薄谷开来深设江派政变的黑幕 习近平当天出席会议时 大谈政治生态问题 说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 一旦出现问题再讲恢复 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习近平还要求重庆官员 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上 防止人边风成为贪腐问题的导火线 防止资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 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 过去5年多 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 孙政才分别在中共十八大 十九大前突然落马 包括博 孙在内的六名江派大老虎 都被当局说是政治野心家 阴谋家 多家港媒 台媒报告习近平上述讲话时 都把习近平要求防范枕边风 放在标题上予以凸显 令外界再次关注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期 参与政治的问题 2012年2月6日 与薄熙来翻脸后的时任 时任重庆副市长 是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 化妆出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要求庇护 但遭到美方拒绝 因为王立军有腐败和凶残的过往 他使薄熙来的刽子手 不符合美国 给予外国公民政治庇护的任何一种类型 据2013年8月审判薄熙来的检方证词显示 王立军叛逃隔天凌晨 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与部署协商如何处理 古开来也参与 博卫要求妻子回避 古还建议由医院出具王立军有严重忧郁症的诊断证明 博后采纳此建议 检方证词还揭露 薄熙来明知任免是公安局长 必须征得中共公安部的同意 但仍坚持立刻撤掉王立军 重庆市长黄岐帆等多名高层都在提供证词证实此事 王立军出逃后 薄熙来、周永康、江泽民、曾庆红等将派密谋 正在进行的政变阴谋曝光 交派企图让薄熙来在中共十八大上出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接替周永康政法委书记的职务 然后不利用其把持的武警、公安部队 联合江派军中人马 在十八大后的二至三年内从习近平手中夺取权力 古开来在这场政变中担任了重要角色 他被捕之后供认 他是薄熙来与周永康之间的联络人 周永康知晓他所做的一切 他还祖宙周是个坏蛋 在他身上占便宜 他还公称 根据周永康、薄熙来受益 他在海外进行对外联络公关任务 收买海外媒体 并利用海外媒体发布消息 抬高薄熙来和周永康的政治身价 同时打击政敌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 报道说 古开来还涉嫌参与薄熙来、王立军等人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 到卖法轮功学员的尸体等反人类罪 据彭博社3月8日报道 韩国的研究人员指 国际制裁限制了朝鲜2017年的出口 造成朝鲜今年外汇储备骤降 连基本物资的进口也不得不缩减 韩国智库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崔长浩估计 朝鲜外汇储备目前仅剩40亿至50亿美元 崔长浩在2月的报告中说 如上述估计没错 朝鲜今年进口将下滑 导致下半年级民间市场活动和工业生产双双减少 而原物料和原油进口中断 意味着金正恩的产业政策将必须改变 据韩国机关统计 朝鲜对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的出口 在2017年锐减37% 进口则增长4% 商品贸易逆差达17亿美元 韩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 李康硕号2月也曾表示 如果国际制裁持续 平壤持有的美元估计到10月左右就会耗尽 上个月的报告还指 平壤政权面临的另一个风险是通货膨胀上升 另一个智库韩国开发研究院也说 近期朝鲜经济不景气 韩国统一研究院的研究员林江泽表示 朝鲜可能短期内还能继续控制物价 但无法永远控制 受制裁影响 产品价格将开始攀升 林江泽认为 平壤之所以改变态度 很可能因为是担心美国的军事攻击 以及经济制裁带来的压力 首尔大学经济学教授金炳连近日向华尔街日报表示 去年朝鲜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约2%左右 如果朝鲜继续消耗现金储备 今年经济出现更严重萎缩似乎不可避免 3月6日 韩国特使团结束两天的对朝访问后发布消息说 金正恩表示愿意与美国就朝鲜无核化和朝美建交问题对话 并将在对话期间暂停核武试验等 随后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尽管可能是虚幻的期待 美国已准备好全力以赴 8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 想要实现美朝谈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也有美媒报道 美朝谈判断断续续的已进行了27年 但朝鲜几乎破坏了和美国签订的所有协议 有专家说 在美国主导的高压制裁下 朝鲜经济空前紧张 不得不上言唠剧本 如果朝鲜未能取得重大的让步 这样的对话在任何时刻都可能中断 英国媒体近日发文讨论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 指习近平致力于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是因为他预计未来五年中国的边境线上可能会爆发军事冲突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北京才急于寻求以特使模式来管理中美关系 解决中美贸易争端 而王岐山是这方面的最佳人选 金融时报中文网在3月8日发表的一篇题为 中国寻求用特使管理中美关系的文章中披露 中国首席金融顾问刘鹤上周访问美国时 提议中美两国各自指定一名代表 来管理日趋不稳定的中美关系 文章表示 一方面 美国总统川普曾尝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沟通 但并不奏效 而前几届政府确立的各种定期 跨部门对话峰会 对于人事文化迅速的川普政府来说又似乎吃不消 另一方面 习近平上台以后习惯于通过各种领导小组来进行统治 所以那些过去构建的对话峰会的沟通模式 可能也不受习近平的青睐 因此在北京看来 处理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异常复杂的关系时 由一名特使去完成谈判能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摩擦 当一个非常具体的国家目标需要集合多方官僚利益时 指定特使的方法是最有效的 文章认为 特使这个角色曾在过去50年里多次给中美关系带来重大突破 而理想的特使候选人应该是那种有魅力 有金融素养 并且有钢铁般的谈判策略 机智有积极性 多维度的人物 而王岐山是北京方面的最佳人选 不过 北京方面尝试与白宫建立这种直接联系的努力 并未得到川普政府的积极回应 就在刘鹤到达华盛顿当天 川普宣布将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高额关税 原则上说 如果有个人能够权威地反映美国的立场并与总统大交道 那会很好 文章引述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甘斯德表示 但现实是本届美国政府不存在这样的人 文章表示 北京近期派遣特使两次造访华盛顿时 请美方给出一张具体的贸易投诉清单 这样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协商解决 但美方两次都表示没有这样的清单 因为华盛顿的鹰派政客们 认为中国庞大的结构性扭曲是癥结所在 文章还援引北京的一些政策建议者透露说 习近平最近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是因为他预计到未来五年沿着中国边境线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会爆发冲突 他不能像普京在俄罗斯所做的那样 让代理人担任国家元首 鉴于上述推断 让白宫有一位能接听北京方面电话的人 就非常重要了 针对习近平为何要冒着被舆论批评复辟中深制的风险 也要致力于撤销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问题 海外有观点认为 这可能与北京当局在经济上也面临着重大危机有密切关系 而此前不久从北京开始发端 随后蔓延至上海 深圳等大城市的驱逐低端的行动 就是中共政权正面临政治 经济 军事等各方面的巨大危机的征兆之一 而习近平无论做何打算 都需要亲自继续执政来应付危机 2017年11月19日 北京市大兴区巨幅原公寓发生严重火灾 造成19死发烧伤的惨烈后果 随后北京市集机宣布在全市展开安全隐患大排查 大清理 大整治专项行动 拆除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地区的那些被定义为违法建筑的住宅 大院 甚至取缔一些私营小企业 导致短时间内有数十万收入微薄的低端人口被迫流离失所 外界舆论认为北京市委市政府清除 驱赶以外来民工为主体的低端人口的动机 是为了预防中国债务拖垮经济时可能发生难以控制的社会动荡 而事先所采取的预防措施 当时 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就曾经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背后秘密 一文中指出 中国的债务危机将带来金融和经济风暴 而中共为避免大批失业人口造成社会动荡 必先采取清查行动 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则指出 弱势的低端人口长期为社会奉献 却是中共眼中不稳定的因子 这些人群在制度上无法融入城市 又不能回归农村 就成为了被中共抛弃的人群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 海外舆论普遍认为通过修宪取消中国国家主席 副主席任期限制后 习近平有可能谋求连任超过两届 日前 有港媒发文称 能否掌握军权决定着国家主席这个职位的虚持 习近平有可能把这个职位坐实 从今年2月底中共修宪 以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消息传出以来 海外舆论界就此问题发生了强烈的争议 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这次突破 邓小平当年所设置的这个任期禁锢 可能是为了今后能够继续主宰2023年后的中国 3月11日 中共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会就宪法修正案进行表决 并高票通过了这项修正案 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不超过两事件发生后 邓在国人心目中的威望全失 逐渐隐退政坛 而接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 则于1993年起将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全部集于一身 形成了中共所谓的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 鉴于上述历史变迁中 国家主席一直的权力变化情况 文章得出一个结论 不掌握军权的国家主席 除了有很多琐碎的理性迎来送往活动外 并无实权 该文表示 对于这次北京当局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中共官方在舆论上的解释是为了维护该职位与中共总书记 均为主席的三位一体 但其实是不是三位一体并不重要 当年毛 邓都没有三位一体 但并不影响他们在政治上一年九顶的权威 据此 文章推测 习近平将刘少奇彻底打倒后 于1970年在中共党内主导讨论修宪问题时 毛泽东坚决不肯再重新担任国家主席一职 最终于1975年通过新的宪法时 直接取消了国家主席这个职位 并明确规定由中共中央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 并把礼仪性的国务活动交给人大委员长来负责 文革结束后 邓小平主导下于1982年公布的新宪法 虽然恢复了国家主席这个职位 但并未恢复国家主席的军事统帅权 而是另设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来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在邓小平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期间 国家主席一直先后由李先彦1983年6月起 和杨尚昆1988年起担任 该职位成为一个权力十分有限的虚职 1989年六四天安门界的限制 将对中国政局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 再次成为舆论讨论的热点话题 宪法修正案表决当天 香港《明报》发文回顾了中国国家主席这个职位 所拥有的权力在中共历史上的变化情况 1954年 中共主导下制定首部宪法明确规定 国家主席为中国国家的最高元首 国家主席可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并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这部宪法的条文上 并没有规定国家主席职位的任期限制 当时的国家主席是毛泽东 整个国家的最高权力都掌握在毛的手中 毛泽东只当了一届国家主席 五年后 毛因为大跃进的历史错误而被迫卸任 国家主席一直由刘沙奇继任 但毛依然在幕后掌握着实权 1967年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修宪的真正目的 不排除是要把国家主席的权力坐实 但这不是一次修宪可以达成的 最终会否把军权还给国家主席 才是观察指标 习近平3月10日出席 中共全国人大重庆代表团会议时 公开要求重庆官员防范真边风 令外界再次关注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的妻子 薄谷开来深设将派政变的黑幕 习近平当天出席会议时 大谈政治生态问题 说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 一旦出现问题再讲恢复 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习近平还要求重庆官员把家风建设 摆在重要位置上 防止真边风成为贪腐问题的导火线 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 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 过去五年多 就是这样一步